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后来还是跌 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台北股市现在是上涨200点能霸电 现在非常强劲 算是强劲的 来看一下 这是昨天的纳斯达克 还收开高走低纳斯达克 这很清楚 来 非常半导地 昨天又差点快要破底 差点快破底 当然 昨天因为有两件事情 有美国让他们 让这整个股价 整个股市整个又拉回 什么原因 第一个 昨天的CPI 昨天他们的CPI 来看一下 昨天美国的CPI 就是通货膨胀指数 CPI昨天是公布了8.5% 8.5% 记得吗 2月份是7.9% 3月份嘛 3月份都是在高油价 都在高油价时间 当然就通货膨胀会比较大一点点 那接下来可能 以目前来看多一些数据的话 应该是在下个月的话 应该 应该是这个月 4月份会往下降 开始会往下降一点点 就是我目前来看的 因为现在核心的物价指数 那边是没有什么涨 没想起到 好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西德州原油 涨了6% 起6% 现在又来到100块了 我昨天有跟大家说 这个油价最近在跌的时候 你不要只看到说它跌 你不能看我 想说它最近这几天在跌 因为是什么原因 因为什么原因 来 这样 来 上海现在 上海现在本来原地 原本他们是封城 现在上海是逐步的 要放宽封城管控 所以原油的需求又会出来了 那当然不是只有说上海而已 他们的逐步的放宽的 一些管控的话 当然不是只有所谓上海 因为现在中国那边的话 传来的话是连广州 北京那边跟河北省那边 是本来就已经封城那边 封了一个月了 已经封一个月 北京那边也有封一点点 封一点点 那么目前为止来看的话 那这个条款出来的话 他们逐步放宽 逐步放宽的话 这样子的话会怎样 需求会出来了 因为不是说所有的地方 都有确诊 那可能如果有一些地方 像他们有一些小区的地方 因为他们都是分小区小区 一个小区这边地方的话 如果是没有人确诊的话 那他们就会逐步放宽 就可以逐步放宽 现在就是这样 这样子来看的话 很快的话 因为这是政策上改变 所以涨也原油 主任原油马上又涨了6% 我不是跟你说 你要特别注意 这原油 那原油那就 最近在拉回的话 它是短暂 短暂 现在你看 昨天又涨了6% 那么今天看了一下 那可以看到 当然这件事情 中国那边的管控的话 现在逐步要放宽 放宽管控 那等于说什么 飞机准备可以飞得进去 你现在上海那边你看 不管航空还有陆地 还有海运 全部都塞住 全部都塞住 都塞在外围 现在有条款了 那当然就是 今天早上听到 高速公路那边的话 不得拦阻货车 本来就有点问题 那我上海又没有再种菜 那周围的地方在封城 那把它给 那些货车都不能进去 这不对 这不太对 有点 有点 有点不太对 那才才会造成说像 可以看到说最近上海 这样子的一些乱象 好吧 那目前 现在来看的话 台北股市 来看 现在去2005点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现在的分类指数 现在航运 涨2.6% 钢铁0.95 今天的电子股涨了 1.6% 1.6% 起到1.5秒 涨什么股票 涨什么股票 稍微一个 猜一下 当然就是这支 台积电 台积电 14块 涨14块 台积电明天要 发售会 开发售会 那预计 来看的话 因为台积电他们 现在目前 可能他们 因为先进制程 先进制程 现在目前为止 你可以看到 像半导体来说 如果是说金元代工 现在金元代工 现在金元代工来说的话 成熟制程 像链电 利积电世界先进 接下来的话要涨价 那个涨价 可能涨价 会被拿掉 可能这今年 或是到 今年到明年 明年中 明年中 明年六月 我们看一年 你看到一年半 先看一年 到明年的六月来看的话 目前为止来看的话 是很难涨价 但是有一支 又不能去的 金元代工 有一档股票 它可以涨价 它可以制定价格 哪一支 台积电 先进制程 它是现在目前为止 是霸主 你可以看到 接下来的话 跟它的竞争对手 好像我不是一直跟你说 英特尔 金森对手 英特尔说2025年 要超过台积电 你听着听着就好了 已经听了七年了 今年已经第八年了 我也不听 也没有超越台积电 还有三星 三星他们现在目前为止 他们也 先进制程 现在他们也是停了 先停 暂停 再往上update 因为现在卡关了 卡关了 现在他们的良域率不够 晶片做出来也有问题 晶片做成也有问题 我们现在这几天 到你未来你可以看得到 好像我这人 我这手机是三星的 三星的手机 未来不一定是由三星代工 三星的经验厂代工 不一定 它会哪一家来代工 找哪一家 它的晶片它会用到 它会用谁 它会用联发科 它接下来他们已经 因为联发科它的晶片 它的一些手机的晶片 跑出来的数据又稳定 又也没那么烧 要不然现在已经过了 它会 连电 不好意思 联发科 联发科的晶片是给谁做 台积电 所以未来看的话 你真的买手机的话 手机会有什么 会有台积电的晶片 三星的手机 这不是笑话 这是真的 这是未来你会看到我 好 你说你现在你已经知道了 现在你知道的时候 这我说过来讲了 当时要布局 要布局的都要 昨天在第一次 昨天在 大概在这里 我也是跟你说 你这边你是要布局 你要布局 你不要再乱砍 不要乱砍乱杀 要用布局 布局 好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 这是最后跟你说的台积电 台积电 要布局 这个要布局 好 那么台积电 现在 现在目前为止 你知道看 有关于一些IC 最后 几乎都杀了乱一塌糊涂 真的最近都杀了一塌糊涂 你也知道 来 先看一下 现在看的是 像IC的 你看这个 滑邦店 滑邦店低论 低论 2408 南亚 可是也是同样 也是一样 IC设计也也是同样 像3545 可以看到 敦泰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很多 很多都杀了乱七八糟 都杀了乱七八糟 这些都是有关于半导体方面 半导体目前来看的话 我认为都是台积电 先看台积电 你现在 你也没做 主机也没做 大家还没做 不可能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我也是有天天 跟大家所讲的一档 来 看一下 这 这 跟大家讲一下 这 化工 先看我们化工好了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 它长 昨天 昨天在化工股 就是这种 乱七类股的 我常常跟大家所讲的 乱七类股 来 来 来 这样长的 这样长的 是这样子的趋势 你要先看趋势 先看趋势 先看趋势 这可以吗 这对吗 当然是对 当然是对 对的时候 还要找什么股票做 还要做什么股票 你用一七类股的 你看 还有一七零八 东检 东检 这我常常跟你说 这不要再做了 不要再做了 其实在这些地方 很多人在这边放空 我说这不要空了 四十五四十六块 四十五四十六块在空 有啦 来找我 我来问的时候是四十五四十六 然后四十四啦 四四四五四六 然后这些价格在 叫我来问我说 这怎么办 那空单怎么办 他空单 怎么办 马上 马上就 隔天之后 隔天就不管你赚或是赔 就先平仓掉 先回补 先兜掉啦 不然你看这段 从八咖到现在 八咖啦 八咖 东检 我们是做多的 我们是做多的 我们是买东检 好 那么现在目前为止 在高档地方 我先告诉你 先告诉你 先不要追了啦 先不用再追了 因为现在 这些说实在的 像农粮骨 这些肥料 那目前来看的话 他们 这一段期间 他们可能会忘一阵子 会忘一阵子 会忘一阵子 但是还是要看 目前为止 还是要看他们的一些肥料的报价 肥料的报价 目前为止 他们还是 因为现在 公司才 才起床了 涨多了 好 我们先看一下 他的成交量 来 要看一下量 成交量 你可以看到涨 暴量 其实昨天只有跌一块钱而已 跌一块钱而已 暴量 但是长黑 暴量长黑 今天虽然还是涨 我还是告诉你 说像冬简 我还是跟你说 你也不用再追了 因为现在 他不是 他已经涨一段了 不是说现在才在去而已 所以也不用了 不用再追 不用再追 好 然后因为还有很多股票可以造作 就像 涼风纯 这也是同样 这个都一样 汇光 还有1712 这个 新隆 1722 台肥 这个 肥料的F4 F4 这四支 我跟你说 高档地方就叫你们 不要再追了 卖过 这基本上都不要追了 还有很多股票可以操作 虽然他们还有一段 还有一段多头 他们的原物料 他们的肥料还会有多头一阵子 一阵子 其实说这一阵子 大概时间 确确的时间 说实在 你说 他应该最少到11月 因为美国制裁 制裁的话 可能最少到今年11月 因为还要看战事 因为我看俄乌战争的 所有的一些调查 现在还没调 现在是在 也不是说调查 等他们战完 结束之后还要调查 调查 那还要再看说 哪时候再来跟他 解除一些制裁 好 那么 现在这肥料来说的话 当然还有一段时间的 还有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的 刚才他们的原物料 好 那当然就要看各家的本事 看看他们能不能 可以负到钱 没有负到钱 不是没效 算不到钱 那是没有用 好 那么现在台北股市 来 再来看 现在肥料说完了 化工股我们说完了 讲完了 讲完了 再来运输 运输 现在去2.8% 运输股 我当时跟你说 今天的成交量26% 26% 再成交量10% 成交量10% 12%的时候 10% 11%的时候 我今天怎么跟你说 要怎么样做 要做什么 要做布局 不是砍股票 你不要搞错 你不要杀错了 不要砍股票 我不是跟你说 来 这长龙 来 你介绍大家 他们的成交值在低档的时候 有成交量在低档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就不要砍股票 不要砍股票 不要砍到这个 阿呆价 不要砍到阿呆价 你可以看 你们 其实近期 今天是已经有来到最高139.5% 已经是怎么样 突破 最少最少突破这个 大概将近两个礼拜的盘整区 这两个礼拜盘整区 这两个礼拜的盘整区 今天已经站上季线 站上季线 今天站上季线 目前来看的话 现在 当然 现在在月线附近 现在的月线附近 现在已经站上季线 这长龙 还有两个一支 来 2609 来 阳明 阳明 这两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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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太多支 太多了 你也是做不来 你如果说要布局 我就说这两支 这两档 航运股 航运股 好 那么航运股今天 今天成交值 今天上涨2.8% 成交量 成交值 成交量 现在成交值26% 当然 你说26% 你说你要卖 你想要卖 我也不反对 说实话 你说有钱 有钱 要买的时候 都很轻松的 有赚钱要卖 你说像介绍来说 你看 你如果买在130左右 今天139 当然要卖的话 当然轻松 9块钱 你说9块钱 9千块 扣了手续 还有8千几块 还有8千多块 好 这是长龙 这是长龙 说在这边要布局 要布局 你不要砍在这个阿呆架 希望你不要在这边乱砍 好 运输股 现在说的 再来 来看一下 钢铁 对 我们还没看 运输股到底 我们的趋势是对不对 来看一下 趋势是对不对 你看我从2月7号跟你讲 趋势也是对的 至少还是对的 至少还是对的 如果你说你买到这个电子股 我说你要特别小心 特别小心 你不会做 你不要做 你真的很喜欢电子股 你不要做 你就不要做 你就保留现金 你就保留现金 你不要做 方向是错的 方向不对 你再怎么样做 你要做 你说航家你也做不来 除非你有那几档 就那几档你做到 那几档 你说太阳能 你说太阳能 这 就太阳能 除非太阳能以外 你说这 除了太阳能以外 太阳能我也会跟你讲 我也是跟你讲 我也跟你讲 哪时候该买 哪时候该 该不要买 哪时候要买 你看我节目 我到底都跟你讲 我都清楚 我也是跟你讲 不是没跟你讲 这档股票 原金它是主要是做 做多少 就是做特斯拉 特斯拉现在自己要种电 种 种电 种电用什么东西种 用太阳能种 因为 当然啦 特斯拉有说到 也要盖一个 要盖那什么 要挖矿工厂 用绿能挖矿 挖比特币 再额画一画 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更重要的就是 钢铁 来 钢铁 钢铁 我们先看一个趋势 我们先看一下钢铁的趋势 这钢铁趋势对不对 对不对 当然是对啊 你要做到啦 钢铁是对的 接下来钢铁我们要再挑什么 我说不锈钢 不锈钢就这三支 二零三二 来 新钢 今天掌停板 今天掌停板 新钢 我跟你说要买什么 再做什么 新钢 掌停板 二零三零 张远今天在创破亂新高 还有二零二七 大臣钢 就是这些 人家做这个 这样这样子能不能赢 你如果做这个 你看你自己看钢铁股 这样子能不能赢 能不能赢 你如果做电子股 能不能赢 我不敢说你不赢 但是我也有做 我也有做就做了 我也做好几趟我也都赚 我也都赚 像我预创 我做三趟 三趟都赚 今年的二月七号开始 那我也都赚 我也都赚了 问题呢 你做的呢 你选的股票呢 如果金不对 你如果要不对 股票就赢了 就惨了 惨了 那我们也不举例说 哪一些股票 跌最近这一波以来 电子股跌得这么惨 别说了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就大概也知道了 你如果说手里有的 你就知道了 如果真的不知道如何 不知道如何处理 要怎么 找专家 不就是怎么 跟我们一起来做动作 跟我们一起来操作 一刚我们一起来做动作 好 你可以先思考看看 你需要什么样的老师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陈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迎命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东东部 陈东东部拥有股票 奇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东部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陈东东部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投投赋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外籍家庭看护工 受疫情影响 无法来台 家庭照顾 谁来分担呢 新聘外籍家庭看护工 因疫情 未能如期入境 或原聘外籍家庭看护工 回母国休假 未能返台 只要被照顾者 经县市政府 照管专员评估 属长照需要等级 二级以上 就可申请使用 各项长照服务 如有需要 可播1966 长照专线申请 欢迎回到现场 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 运输 钢铁 化工 电子我也有说 我也有说 都有 先跟你说一句 先跟你交代 我们之前 我们连续性 连续 不会说 不会说今天 因为今天涨 或是今天 不是说今天漏就不会再说了 我就不讲 不会 不是这样子 你看我的节目 你就大概知道 来 先看一下 来 这栏股票 这栏股票 邀请你赶快 你看这段时间 这支股票是电子库的 电子股 电子股 这一段时间 它的走势 这段时间 它的走势 你可以 我们可以很清楚 你看看 这段时间 电子股 就是这样 它是这样子跌的 它是这样子跌的 你可以看到 它是至少是这样子 来 来 看这 它是这样子 这样子 为什么会去 当然有原因 为什么它不会跌 他说实在是 没太多钱 几乎也没赚到钱 为什么不会跌 当然有原因 有一些原因 当然 这希望 你如果想要跟我们来操作的话 跟我们一起来做动作 还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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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 能跟我们一起做动作 还有机会 还有很多 现在 其实我看到一些电子股 很多 多已经是 很多已经是 已经有 到了买点的地方 当然 有一些很多东西 都是涨在 顶到天花板的黑 你自己看得办 你如果真的不知道 像 很多股票 顶到天花板 我也是说 这些股票都不要 先不要追 像 这一七类股 我说 先不要再追了 公子材 你在买的时候 它的震荡的话 你会受不了 公子材 震荡 震荡 震荡那么大 你也受不了 你买个一两张 公子材 你也贪不住 你也只有赚不到 跟他摊到买菜钱 真的只有赚到买菜钱 真的 你也贪不住 贪不住了 那么台北股市 现在要做什么股票 还有什么东西要做 我们看 运输 还有机会吗 有 还有机会 工贴没有 有 有机会 这就先等一下 这化工股先等一下 先等一下 因为这又有分 一些防疫感应股 电子股 有机会吗 当然也有机会 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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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跟你说 带你买又顶到天 顶到天的那些 不会带你 不会带你去做那种顶到天 那我们都是怎么操作 都是这啊 都是看这啊 掌握产业先机 掌握产业 掌握产业先机 不是说现在这支股票去 我就来说这支股票不是 我都是从一个产业来讲 像我在这边跟你讲 全部都是先跟你讲产业 我们先来讲产业 运输 钢铁 化工 电子 我们来讲产业 那如果想要跟我们 一起来操作的话 想跟我们一起来做动作 欢迎可以来电 或是到来中国学员 留下你的资料 我们先先到这里 祝你投资顺利 我们下午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成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 逐力作手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回公司营免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待进一定待出 成东斗铺拥有股票 奇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成东斗铺值得托付 022752586827525868 成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 逐力作手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回公司营免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待进一定待出 成东斗铺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成东斗铺